一部新的男性受众全谋剧即将和观众们碰面了 《藏海传》宣布了由肖战主演的聚集杀青 同时正式发布了全剧演员阵容 并随后发布了不足三分钟的杀青特级视频 央视网维看到后都忍不住亲自下场宣传 还特意选用了剧中主演的眼神剧照 一杀青便获得了央视的推荐可见其实力非凡 这部剧的出众之处究竟在哪里 光是通过预告片的片段就能略知一二 肖战和张静怡领衔出演 周琪这位新生演员和实力派演员黄爵的家门更为增色 不仅如此观众还能窥见钟汉良和陈妍希的身影 这阵容是否真的如此豪华 这次的独播权又一次被优酷抢先了 这实在是让人感慨不已 酷子真是幸运 这部戏的导演是郑小龙 她的名字已经能够展现出她独特的风格 正如《真环传》和《芈月传》这样的作品所展示的那样 毕竟这位导演赋予作品独有的魅力 这部电视剧则是以男性视角展现 且被设定为一部男性受众的全谋大剧 观众们原以为庆余年二完结后 他们将不得不花更多时间等待下一部男性观众喜爱的政治全谋剧 所有人都感到惊讶的是 这部《藏海传》是由导演郑小龙带来的 这部剧直到昨天才宣布杀青 去年年底才正式宣布开机 然而目前在优酷平台上已经有超过150万人预约观看 可见备受瞩目 观众们在不到三分钟的视频中就被激起了观看电视剧的愿望 他们肯望所有人都能观赏这部剧 如何能够是整个世界都观看到这段视频呢 肖战在古装造型中展现的气质真是相当出色 让人惊艳不已 原来以为他的古装造型已经很棒了 没想到还有如此精细 穿着淡蓝色长袍 一个孤独的身影穿行在洁白的大写中 绿镜昏暗仿佛预示着他阵陷入了一片沉重的氛围中 除了这一点剧中的场景布置和浮华道设计都展现出非常高品质的手法 特别是当看到肖战身穿红色官服再次现身于雪景之中时 可以说他对于雪景牛逼阵有着相当的倾向 以身为其以己入局 这一次肖战对于他在剧中扮演的角色进行了一个总结 他不仅是藏海还是制奴 他为何要置身于如此艰难的处境 究竟遭遇了怎样的挑战 大用国中身为现任青天坚坚振夺之子的制奴游潇战饰演 在年幼时遭受了家族的惨遭灭门事件 只有他一人留了下来 他化名藏海怀抱着深沉的仇恨 默默隐姓埋名了十年 专心致志于研究纵横之术 完成学业后回到首都 重新遇见了仇人平金侯 并主动选择在他麾下效力 隐藏在仇人掌握之中 他成功地从侯府脱身 进京朝堂在艰难去折的道路上 由普通平民跃身至内阁首府的职位 可以说内阁首府的地位相当于宰相 侍卫高权重 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当他终于准备向仇人出手时 却惊讶地发现自己紧触及了阴谋冰山的一角 而更为巨大的阴谋则暗藏在前方等待着他 这部男性受众为主的全谋剧实在是太出色了 精彩绝伦 演员在这部戏中才是实力派的主角 不仅有精彩引人入胜的剧情 更有出色演技的饰演者 我一看到肖战的剧照 就能确信这部剧一定会很成功 带着官帽的他眼神中透露出对一切事物的怀疑 显示出即便身居高位也难以脱身困境 全谋感让观众们着迷 深深吸引着他们 他在前期更像是儒雅气质的书身 只是一身素衣也无法掩盖他那令人难以忽视的贵族气质 而现在则如同藏海一般成熟 表面上他表现出沉着冷静 精通全谋善于洞察人心 然而其内心深处始终怀着对正义的追求 保持着一颗纯洁的心灵 他站在黑暗之中朝前面认为一个火折子 通过服饰可以看出现在的藏海已经是身处高位了 整个场面令人心深敬畏 然而依然可以看出他眼中所蕴含的残酷和不满 顶流男明星肖战 不仅容貌出众更展现出精湛的演技 可谓实至名归 否则他也不会受到导演郑小龙的喜爱 他时隔十年之久才亲自导演的 有一部古装全谋力作式《藏海战》 肖战作为男主并非孤精奋战 与他齐名的女主张静怡同样势头强劲 这次在剧中被网友们称为公主的张静怡 表现得像一个侠女 她聪明伶俐同时还身怀绝技 这个名字怎么这么难念呢 像暗徒 她的身上同样背负着沉重的经历 就像藏海一样 二人初次相遇于藏海 最初彼此相互利用 然而随后他们逐渐转变为互相理解 并在这过程中闷发了情感 张静怡的容貌仿佛印含一种神秘魅力 观看她的表演让人感到愉悦 越看越着迷 她的妆容淡淡的却不是精致 搭配出一种独特的英气风格 让人难以抗拒 在剧中除了男女主人公外 还有张国强扮演的皇帝 她的造型让人几乎胜不出他来 展现出了极具皇帝纷范的雍容气息 观众没有料到的是 这部剧中居然还有乔振宇的演出 当年她就是天涯四美之一 令人惊讶的是 这么多年过去了 她的颜值依然保持得这么出色 扮演永荣王爷的是她 尽管不清楚这一次 她所扮演的人物是正式鞋 但可以根据她以往的表演风格来推测 痴迷于扮演极具反差感的幕后boss 就像当年的欧阳少公那样 谁也没有想到她竟然是反派 红衣明媚动人的大美女白兵也参与其中 暗示着故事情节还未结束 她扮演的六出角色应当是一个善良的角色 这豪华的阵容实在是太吸引人了 我已经按捺不住想看的心情了 明显就是为了迎合爆款而来的 郑小龙指导肖战主演 《藏海传》这部影片着实令人瞩目 其题材也相当出色 看来这一部作品确实不容忽视 我有预感这部剧一旦开播 必将成为一部备受瞩目的热门剧 让我们拭目以待 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